第16题,有关于眼泪的叙述何者正确? 选项A,氯化钠是透明无色晶体,只能从酸碱综合产生,这个是错的 我们通常说氯化钠是白色的晶体,它也不见得是要透过酸碱综合产生 台湾产银的方法是日晒法,日晒法也可以得到我们的食盐氯化钠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,硫酸钙是白色固体,易溶于水壳,作为石膏像,这个是错的 硫酸钙是石膏没有错,但是石膏是不易溶于水的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,碳酸钙是白色固体,可作为清洁剂,又做洗涤碱 这个是对的,这老师上课教过了 碳酸钙的一个俗称叫做洗涤碱 选项株,干粉灭火器中装有碳酸钙、干粉及氮气钢筒 利用碳酸钙预热会分解成二氧化碳而达到灭火的目的 这个是错的,碳酸钙受热不会分解,碳酸氢钙受热才会分解 干粉面火器里面装的是碳酸氢钙,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第16题我们说,有关于盐类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,碳酸钙是白色固体,可作为清洁剂,又称洗涤碱 所有 obs级藤氢钙的叙连,可作为清洁剂,剂酸钙